9月22日美国卫星拍摄图片显示 俄罗斯军队试射一枚 RS-28撒旦2洲际弹道导弹失败了 把导弹发射井炸成了鱼池 整个导弹发射基地都被摧毁了 俄罗斯的RS-28撒旦2洲际导弹 可以搭载10枚奔岛核弹头 射程可达18000公里 俄罗斯称为杀猪姐 也是威慑美国的武器 俄罗斯试射洲际导弹不只是一次失败 成功没有失败的多 毫无疑问 俄罗斯这次试射是给美国看的 同时吓唬乌克兰 26日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与拜登会面 争取拜登政府 允许乌克兰只用援助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如果不是导弹刺毁 俄罗斯必喷大话 此外联合国大会马上召开 拿出最强的武器放一炮 为接下来继续嘴硬打前站 由于俄罗斯国防部军械库连续遭到乌军的袭击 俄罗斯去联合国开会很没面子 反俄国家代表看笑 试射导弹找自信 俄罗斯导弹试射失败 和飞机坠毁是常态 原因是太腐败了 维护经费进了官员的口袋 豪华游艇和庄园别墅就是事故原因 俄罗斯吓唬不住别人 这次把自己吓得不轻 要是这枚导弹挂载齐全了 俄国战争就结束了 事故不只是炸成鱼坑 人造大海都有了 华盛顿邮报报道 普京开始意识到 何维折对西方是无效的 他可能正在制定一个模糊的 更细微的和有限的信息对策 应对未来西方允许乌克兰 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俄罗斯匿名官员透露 莫斯科意识到何维折不会吓唬任何人 俄罗斯在全球南方的伙伴 对何维折也极为不满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报告称 莫斯科正在审核核武器轰鸣声的有效性 以影响西方关于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打击俄境内军事设施的政治辩论 但这些信息并不表明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 客工对核对抗的微妙威胁 只在破坏和推迟西方的关键决定 战争研究所认为 俄罗斯不可能在乌克兰或其他地方使用核武器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 核打击的风险存在于2022年秋季 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成功的进行了反击 莫斯科感到难以击败乌克兰 普京经常对西方国家进行战争威胁 但这种威胁不应该害怕 俄罗斯没有胜算 乌克兰人不是下达的 如果他们害怕俄罗斯的核威胁 就不会抵抗 更不会进军俄罗斯库尔斯克 双脚的不怕穿鞋的 更不怕亿万豪华游艇上的人 乌克兰无人机继续去俄罗斯境内打卡 9月22日夜 俄防空部队在罗斯托夫州上空 摧毁了三架乌克兰无人机 碎落的碎片引发的火灾 与此同时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比尔格勒德州与沃罗尼日州 也都被乌克兰无人机打击 也都被乌克兰无人机打卡 暂无相关损失报告 放下武器 心向和平可以保命 一名俄兵在阵地上受伤 其他小伙伴全部跑路了 俄兵终于大脑清醒了 在乌军无人机准备 结束他的那一刻 他打手势 接受投降 但他好久没吃没喝了 无力投奔 乌方补库存 乌军无人机操作人员 理解俄兵的手势 遇一架无人机提供医疗包和食品 俄兵给自己注射药品 吃喝逮劲后我站起来 跟着无人机去了乌军阵地 多俘虏一个俄兵 就能救出一名乌军被俘士兵 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散报 过去一天中 乌军损失1330 18辆坦克 30辆装甲车 81门火炮 两套多管火箭系统 其实一架无人机 79辆军车 一套特殊装备 三大舰加起来129 摧毁的军车也明显较多 最近几天 大家也都得到了 乌军的战报很亮眼 俄军损失惨重 原因是 俄军在多个方向 不惜代价也要向前冲锋 前线的战斗达到了 在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程度 多个方向相比 俄罗斯军队在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放缓了推进的速度 却试图在乌赫达尔和波拉霍沃地区 绕过乌军阵地形成包围态势 乌军独立总统旅第21营营长 阿耶尔·坦伯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俄罗斯人正在扩大前线 在多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 进一步削弱了乌军的防御 在过去一中 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推进速度 降低了一半 但在乌赫达尔方向增加了一倍 最近一周 俄罗斯人在那里 下领了大约57平方公里 乌军多名指挥官 在接受采访时有一个共同的说法 俄罗斯军队投入的兵力多 能够在多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 双方阵地上的兵力约为一比八 活力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俄军发射的炮弹是乌军的八到十倍 乌克达尔方向局势紧张 俄罗斯人正在投入更多的兵力 试图占领内领乌克兰前线 其他方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双方的战斗非常的激烈 扩尔斯克方向 俄军反攻继续 在乌军控制区左侧 小有进展 如果与俄罗斯军队反攻前相比 俄军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推进 乌军控制区大约减少了六分之一 最新态势图显示 灰色地带向乌军控制区移动 左侧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 总的来说 乌军目前在多个方向 均没有优势 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今天的标题事件 俄罗斯武装部队第76空降师234团指挥官 北部刊无人机斩首 乌军发布视频 俄军空降兵指挥官乘坐了一辆小车在路上行驶 乌军无人机一直跟踪 不一会儿 小车进入一栋别墅的车库 乌军攻击型无人机紧跟其后 第一架无人机已经把整个的车库炸得够惨了 随后又有几架无人机进去补炸 把车库旁边的几个房间也炸成了废墟 这样就可以确认里边的人被干掉了 整个攻击行动至少动用了四架无人机 一架负责侦查跟踪 其他的几架无人机负责攻击 很完美的一次配合 好久没有看到乌军的此类直播了 乌克兰海马斯投入使用后 经常能看到斩首俄罗斯军官的视频 随着俄军指挥官们越来越狡猾 把指挥部射到了海马斯射程以外 从那以后再也看不到经典的斩首视频了 乌克兰总统斯林斯基在飞往美国的途中 也没有耽误工作 他在飞机上表示 我们正在开启对美国的访问 现在我们正飞往宾夕法尼亚州 随后我们会前往纽约和华盛顿 今年秋季将决定这场战争的下一步走向 泽连斯基说乌方将在美国介绍自己的胜利计划 美国总统将第一个看到完整的计划 乌方还要向美国国会介绍胜利计划 泽连斯基在访美期间试图说服美国总统拜登 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 打击俄境的目标 去国会演讲有两个意图 首先是感谢美国国会议员 对乌克兰两年多的大力支持 其次就是争取美国下一个财年 能够给乌克兰的更多的帮助 后者更重要 只要美国国会在新年到来之前 把明年援武法案的通过 就算特朗普能够胜选 他也无法改变国会的决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下飞机后 先去了位于该州的斯克兰顿美国陆军弹药厂 内里正在生产15毫米炮弹 肯定有援助乌克兰的货 泽连斯基的外交能力很强 用炮弹不忘生产者 美国平民会更加支持着政府员务 硬汉不只是骨头硬 而且很有智慧